穆儿 你是在绣花啊 晚了 大哥又疯了 姐 我和容儿在一起的把握 只有不到两成半了 你可帮我想想办法 两成半 告诉你吧 半成都没有 凭什么 凭什么半成都没有 梁王的阿爷是太上皇 周王的阿爷是陛下 你呢 你呢 鲁国公啊 光凭身份 梁王和周王 这两个亲王就远胜于你 皇后是不会考虑你和颜子方的 只会在梁王和周王之间选一个 这不公平啊 皇宫不讲公平 只讲尊卑 如果皇后真的知太上皇 与陛下的颜面于不顾 把傅柔许给你 那鲁国公府就真的要大祸临头了 要是我当初 没有应把傅柔召进韩王府 也不会有今天 楚慕 是姐姐对不起你 你别叹气啊 你这样好像我连一丝希望都没有了呀 真的是一丝希望都没有了呀 我 我不信 我不能眼神睁看着柔儿嫁给别人 楚慕 你不要着急 皇后的威严是不容冒犯的 冲动只会惹祸 傅柔是个好娘子 可你也不能强求啊 天下好娘子很多 你可以再找 我不找 我只要柔儿 你年轻有为 仰慕你的女子多得是 你看那马娘子 她就为了你 天天跑到韩王府来 她还没被你吓跑啊 本来我也以为她会被吓跑 可是人家真的很有毅力 我看她对你的样子啊 对你倒是痴心一片 她是痴心妄想 别提她了 想到她我就犯 人家为了你 真的很认真地在学里一次秀 还一个字一个字地背书呢 也不知道挨了多少戒齿 姐 这辈子女生我见她多了 但我从来没见过 像她怎么不要脸 要不 又不是为了还这个人情 我早一圈把她打上西天了 看见她就恶心 什么现在是 怎么了 海妞 我都听到了 你还有什么解释的吗 我没有什么要跟你解释的 我算是明白了 我算是明白了 盛楚慕 我恨你 你真的 你听着人情我祖算还了吧 老娘这可是你最喜欢吃的翠冬枣 香脆可口自然甘甜 你不吃点 我肉儿都要嫁人了 还吃吃吃 那你不吃也想不出办法呀 谁说我想不出办法 我不再想了 但you don't want me 你都要推一下 我要先给你一须 海兵不认 和你一起想办法 海兵不认 水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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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郎君 你怎麼樣 我的法寶不見了 啊 法寶 是 是這個嗎 郎君 就這個 俊慧 啊 我需要你幫我弄幾樣東西 夫人 大郎君腦袋撞了一下 結果 就成這樣 郭忠祖 你敢說 可是紅衣 又不會 和她的 我見識以待 不就 來吧 可以嗎 摩爾 父家想娘子的事 你也别太着急 我们再好好想想办法 娘 修画不好吗 好好好 修画好啊 你慢慢绣啊 娘 娘 这户部王民宫 他们家的郎君 就是因为娶不到 自己亲爱的娘子 所以受了刺激 然后就疯了 对啊 对啊 变得跟女人似的 挨照镜子 涂脂抹粉 还涂穿女人衣服 大哥今天是绣花 说不定明天 就涂胭脂水粉 就算你 我看 楚墨是撞邪了 给求菩萨保佑 菩萨还保佑这事 我跟你说 城外的富安寺特别理念 你们明天就去一趟 明天呢 我还要在宫里当职 娘 儿就先歇息了 站住 你儿哥不去 你去 娘 你自己怎么不去啊 我要在家看你大哥 怎么 让你替娘去一次 很美去吗 好好 我去啊 我跟你说 一定要食不可一头 这样子才能感动菩萨 你要是偷奸耍华 我告诉你 爹做苗 听见没有 听到了 菩萨保佑 菩萨保佑 好不好嘛 姐姐 姐姐 你就帮我 往宫里走一趟吧 你这葫芦里 你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能把 司马当做活马医的药 姐姐 好好好 真是服了你了 你看真 你 皇后殿下 韩王妃求见 一个宣威将军 敢跟亲王抢人 不知道在家里 好好规劝弟弟 进宫掺和什么 进来吧 是 头疼得事情够多的 非要让我教训他一顿 才可以 儿媳 拜见阿娘 起来吧 快坐 谢阿娘 今天怎么想着过来了呢 听闻阿娘奉体不适 儿媳非常担心 所以来看看 真的只是来探本宫的吗 傅思岩的事 没有听别人说什么吗 傅思岩的事 儿媳却有听闻 但儿媳今天来 绝对不是为了给楚慕求情的 你真不是为你的弟弟来求情的吗 傅思岩的事 阿娘自有决断 哪轮得到儿媳多罪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傅思岩 在韩王府待过一阵子 他德蒙王也青睐 儿媳也替他高兴 所以 儿媳特意为他准备了一份小小心意 希望阿娘允许 什么心意啊 是儿媳 做的一条手帕 是儿媳特意 我虽不能邀请 你跟傅思岩的手艺相逼 不过这针脚日后得多练练 是儿媳特意 来人哪 把这个送去傅思岩的那儿告诉她 是韩王妃送给她的 请我多谢韩王妃 是 是 这样的主意 亏你想得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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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